所以英国选民这次是在两个烂苹果当中选一个 所以保守党是大败了 但是工党从票数上是大胜 保守党确实是败的有道理 但是工党胜的并不是那么光彩 话句话说对工党来说 他是活生生地在地上捡了钱包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影片 亲爱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2024年7月5号 先就在绝望不出的战略影片中文视频 今天只有一个话题 英国大选陈埃落定 而且保守党出局 久违了的英国公党左派政党重新入局 这个意味着什么 当然从最近14年情况来看 因为保守党是2016年上台的 最近14年情况来看 意味着英国政坛的天翻地覆 而且大家知道在2016年 也是在保守党 卡维伦这个执政期间是英国脱欧 但是所以这一切都抵不上 这一次的英国的这个天翻地覆 但是从整体上来说 是不是意味着人类的 或者英国的政治的生存结构 发生了变化 我认为不是的 但是从表面上来看起来 这次的英国的大选 似乎颠覆了最近几年 全世界各国的一个普遍现象 就什么呢 在大部分西方国家 目前都是右翼政党上台 而且一片一片在揽黑 而英国不是的 现在是黑退居二位 红就是左派政党 开始重新揽红 虽然这个揽红揽得非常的勉强 所以今天我看到欧洲有媒体说 说这个英国对全世界 因为全世界其他国家 指的是西方国家 美国啦 欧洲啦 包括最近呢 还有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 一个一个都是极右上台 极右政党上台 包括刚刚结束的第一轮选举的 法国同样是如此 好那么下面的问题来了 英国怎么可能跟全世界对着干 打引号说对着干 里面的原因和奥秘到底在哪里 第二个呢 左派政党重新颁事回朝 意味着什么 第三个当然他非常关心的 这个英国共同党上台之后 英国的对外政策 尤其是包括对美 对华政策到底如何 常常说啊 我们先返回主题一个一个来 首先第一个原因到底什么 英国对全世界 准确说是英国对整个的西方世界 我认为这纯属巧合 纯属偶然 因为英国啊 他的极右势力政党 不像其他国家来的那么猛烈 来的那么强劲 所以从理论上说 英国的选民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选共党 要么选保守党 那么以前在日子比较好过的情况下呢 英国和所有的西方国家一样 都是倾向于选保守政党 就选右翼比较保守的政党 这个坦率地讲 在法国德国 这些所谓的社会民族主义政党 这个盛行的国家也是如此 你看德国虽然说他有这个社民党 但社民党从1945年德国战后执政情况来说 是短期的 大部分的执政期依然是德国的基督教民族联盟 和基督教社会联盟 法国同样是如此 那么英国呢 这次回来呢 与其说是公党的圣 还不如说是选民对保守党的厌倦 这个呢 说实在呢 在过去几十年西方的民族历史上都是如此 但是只不过最近几年 在其他国家 美国啦 美国出了个汤普 对不对 像法国啦 像德国啦 选民们选择的基础 选项越来越多了 就越来越多的有一些极有的政党 你比如说像法国的民主政党 你比如说像德国的IFD 就是德国选项党 都是如此 这个在以前的 至少在2015年以前的 或者2010年以前的 这个西方国家的政党历史上 是比较罕见的 但英国呢 到目前为止 虽有极有政党 但是它极有政党 不像德国法国 或者民粹势力 不像在美国来的那么明显 至少在这个英国还没有出现 像美国特朗普那样的 一个非常具有charisma 非常具有打引号说 个人魅力的一个民粹主义的政治家 所以呢 选民的虽然对保守党不满 但由于选择不多 所以它的选项范围 依然在传统的民主 政治的选项之内 于是呢 这就有了以前 中国台湾地区 老百姓尽量说的一句话 两个乱苹果 那当然台湾地区主要是指 民进党还是国民党 只有两种选择 那么现在当然有个民众党 这个我们就不再展开了 所以英国选民 这次是在两个烂苹果当中选一个 所以保守党是大败了 但是工党呢 从票数上是大胜 保守党确实是败的 有道理 但是工党呢 胜的并不是那么光彩 话句话说 对工党来说啊 他是活生生的 在地上捡了一个钱包 好那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 当然这次保守党是打败的 这个英国议会 605个席位 保守党只剩下了131个 而上一届 五年之前 2019年的时候 保守党席位好像是300多个 319个 那么工党呢 这次在605个席位当中 拿到了400多个 所以两相对比 无论是横端面 还中相面 确实是 工党大胜 保守党大败 那么保守党败在哪呢 除了败在他过去几年 英国首相 效率不高等等 这些所谓的西方民主政策下的 一些通病 最主要是保守党 依然也不能解决 英国和世界 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一样 由科技革命 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体制 所带来的 我们叫 growing quality 或者increasing quality 就是那个 不断增长的不平等 不断增长的 贫富不均现象 按理说呢 这个保守党 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就像美国的共和党 或者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 都解决 因为这些政党 都是大资本家的政党 都是雇主的政党 资本家 或者企业家 他本身就不承担着 要解决 社会不公的问题 这是左派政党 和政治家解决的 这些政党是承担着 为社会创造财富 提高效率的问题 但关键问题是 英国的共党 一不能带来效率 二不能带来财富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老百姓 一般情况下 如果英国有一个 非常强有力的 基有政党的话 老百姓一定是选 更加基有的政党 但是没得选呢 于是只能返回去 选左派的共党 所以我用两个观点 从两个不同的角度 其实指向 同一个尖锐的问题 保守党 输输得心有肝 但是共党赢得 并不完全光彩 好 那么下面第二个问题 或者第三个问题就是 未来的共党上台之后 会怎么发展 在这里面 我必须还要强调一点 和历史背景相比 这次表面上看 英国共党 他的这种 势路破竹的上升势头 对不对 605个细位当中 他占据了410个 而保守党是大败 某种程度 我感觉到是 1997年的回归 应该说1997年 当时年仅43岁的 Tony Blair 当时势头也是讲 将近30年之前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外表相同 内核完全不同 我就不再展开了 那么当时 Tony Blair 当时是一个 西方世界如日中天 全球化如日中天 所以作为英国共党 左派政党 这个领袖的 这个布莱尔呢 他提出的是第三条道路 他可以给人提供第三条道路 而且他自己本身 非常具有个人魅力 所有的这些 在今天的英国共党 叫Stammer这个领袖 也就是今天已经 周末上任的英国新首相 身上完全找不进 所以下面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英国共党 上任之后的内外政策 会如何走 首先第一个 从内部政策上来说 我觉得英国共党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 所谓的左派政党 左派政党 他一定会更加强调社会的平等 公平正义 而这个恰恰是无法解决当下 全球化 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 是三T良药 加起来变成一级批双的 这么一个不断增长的 社会不公问题 因为如果说 要解决社会不公问题 那他就必须更多的摊平 更多的摊平 他必定会拉下经济的增长率 减少效率 来实现公平和正义 所以在目前全球经济 又遭遇如此困难的情况下 这显然是难以达成的 如果说由此导致英国的经济 更加下行的话 那我想这样的所谓的平均主义 也无法使英国公党难以持久 在对外城市上 那我们就要观看了 就要观察了 斯达曼他上来之后 英国公党 整体的对华政策会如何走 但是从整体上来说 我提醒大家注意 现在整个西方国家 这点我在五年之前就提出了 无论是美国和欧洲 他们之间是有分歧 或者无论是美国内部的 共和民主两党 他们也有分歧 还是欧洲内部的 就刚才我说的 左派和右翼相对进步的 主张设备公平正义的那些党 和主张提高效率 以雇主利益为先的那些政党 基本上在对华政策上 并没有本质的差异 所以在这点上 大家还要既要兴致肚明 同时也要做好事项准备 英国大选毫无疑问 我们非常关心 英国和未来 和中国的关系会怎么走 曾经的中英关系的 黄金十年会不会再来 从明天开始 我们要与非常缜密的观察 好 非常感谢各位关注 谢谢大家 喜欢明家分析 记得给like和分享 支持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按下这个小铃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华健康